第二个清晨 韩芸汐痊愈了 韩芸汐果断下榻 干干脆脆的 龙非夜 我好了 龙非夜点了点头 她拿出一枚令牌来 正是那枚 摔得支离破碎的梅海令 竟被她拈好 不会新王府 那会江南梅海 可好 好 韩芸汐就这样答应了 收回令牌 龙非夜低着头 转身就出门去了 混蛋 找你走你真走啊 她想都没想就追出去 从背后将龙非夜抱住 紧紧地圈住她的腰 永远都不原谅 那可不可以假装原谅一会儿 本王 只是想去拿医疗包 既然要假装的话 就假装一辈子吧 你看 这样可好 韩芸汐不语 看着她 明明都快哭了 却又笑了 龙非夜还像以前那样 牵住韩芸汐的手 食指紧扣 漫步在梅林中 龙非夜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迷毒解药的事情 你信不信我 信什么呢 哎呦喂 韩芸汐 你终于不耍脾气了 韩芸汐 如意骂你还真骂对了 红颜祸水 你知不知道 江南河中部多少人 等着我哥去称帝建国 你哥他不会称帝 更不会建国 你想太多了 区区中部三郡 江南十五城 龙非夜启灰看在眼中 他如果要称帝建国 必是要拿下整个云空的 韩芸汐 除了吃醋的时候 你确实不笨 你这么爱吃醋 小心会变傻 你 哦对了 还有你被男色所获的时候 也会变傻 你再胡说八道试试 哪胡说八道了 刚刚那什么信不信说的是顾七少吧 顾七少故意参甲 他分明就是计划好了 想离间你俩呢 韩芸汐 心中的天平 终究是倾斜了 我哥这一表人才 哪里输顾七少了 你就算被男色所获 也得被我哥迷糊嘛 韩芸汐 你是有夫之妇 凡事都得向着 这话还未说完 他突然发不出声音了 他的嘴巴不停地动 拼命地说 却一个音都发不出来 哑了 说这么多嘴巴也累了吧 休息休息 明天再说话吧 走吧 去拿一聊吧